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昨天就跟大家看一單新聞,就說香港那裏就有個暴躁的父親就拿著雙刀,就挾持兩個子女,那兒子就說了,如果沒門,可能就已經死了了, 我們看看到底她說什麼,和整個來龍去盟是怎樣。 在香港壽茂坪順利村的一個公屋單位,在禮拜日30號中午,就有一個父親拿著把刀,挾持11歲的女, 這案件就由警員破門入屋救回個女,亦都以涉嫌刑事恐嚇,和藏有攻擊性武器去拘捕了這一個拿刀的老爸。 單案可以講得上告一段落,這個父親49歲,事發時屋裏也有涉案父親17歲長子, 她說幸好自己及時躲進廁所被過一劫。 而她媽媽說回兒子所說的話,她說如果廁所沒門,可能已經死了, 這個四口之家的媽媽接受訪問時表示,她老公以前曾經在郵谷做散工後來撞傷腰骨, 最近11年已經沒事做了, 說女兒那麼大,她說沒做那麼久,一直以來就靠她提供家用啦, 但是最近兩個月就沒給錢過丈夫,對方亦都沒吵, 即是沒錢的時候就叫女兒跟媽媽說,問媽媽拿錢, 如果不是就沒飯吃了,她繼續說啦,說她丈夫要去精神科佈覆診, 平時亦都經常又打又罵個大兒子,雖然兒子陰影好大, 但是她說好少罵個女兒,是經常喝她或者拖她出門口, 她又說以往丈夫未試過拿刀對家人的, 說今日都不知什麼事,好突然啊。 她又講到啦,說自己是早上就上班啦, 只有兒子女兒和老公在家, 兒子見到父親奇奇怪怪, 所以就走進廁所和傳短訊給媽媽, 那媽媽立刻跑回家, 而她亦都即時打給自己老公, 就說她如果想去廁所就沒問題的, 但是要放下所有離棄, 等兒子走出門口之後她才可以進去, 但是丈夫拒絕,兒子亦都不敢走出廁所。 而到警方接報到場之後就趕快破門入屋, 當時就發現到啦, 這個49歲的男人拿著水果刀菜, 刀就固著女兒條頸, 然後對她就射胡椒噴霧, 她的女兒有隻眼都噴中了, 之後就自己走出屋外面, 後來就安排送去醫院啦。 兒子在警方破門入屋之後跟她說已經拉了她老爸才夠膽離開廁所, 而當時廁所的鐵門已經被人刮到變型了, 她引述兒子說廁所沒門的話可能已經死了, 而這個母親就引述警方的消息, 就說她老公會在精神科留醫的啦。 而她那對子女就說是今次事發之後已經表示希望離開, 不想再在這個案發單位居住, 而且她現在最希望就是可以盡快搬走至於婚戶的問題, 就等醫療的社工去協助處理啦。 原來最後有精神問題很可能都是跟收入有關的, 因為你看到她都整十一年沒事做, 靠著老婆養的, 其實這麼久沒事做沒收入, 個人在心理上會有些少問題出現的, 再加上是有一對子女, 而且我們看回新聞, 就說她身體是有問題的, 可能這麼多東西加加賣賣, 就是突然之間有一個爆破點, 就令到她這樣爆著了。 其實現在社會很多這類問題, 只不過是看幾時和哪一件事, 是做阿瓜落陀的最後一根稻草。 而這一種事件已經不是說多些關心身邊的人就可以解決得到, 因為沒錢不是說關心兩個人就解決得到, 你沒事做,不是說關心員就可以找到事做的, 所以這些問題其實解決不了。 好啦,那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那好彩就沒什麼事呀, 如果不是又變成一單的兇殺案啦。 好啦,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啦, 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啦, 拜拜!